我们每天走路时 脚底与脚跟经常摩擦 不知不觉就会形成许多脚底屎皮 让爱美的女性感到相当苦恼 而想拥有双白白嫩嫩的脚 不少人会选择使用竹膜 但它真的是好东西吗 中国副一国际美容医学中心 秋萍奇主任表示 竹膜是利用酸性成分去除脚底厚皮 使用竹膜约5至7天 脚底厚皮就会开始脱落 而市售的竹膜多数含有水洋酸等成分 因此具有腐蚀性 脱料的水洋酸恐伤及皮肤 产品内含的水洋酸酸碱度 需大于等于3.5才不会过度刺激皮肤 一般民众每月最多使用两次 如果频繁使用恐怕会造成皮肤灼伤或发炎 秋萍奇主任也提醒 当你脚上有伤口或甚至你脚上有一些 像讲讲脚等等的问题 要先治疗好再来使用这些东西 虽然爱美女性会使用竹膜 恢复光滑伤脚 不过秋萍奇主任认为 脚皮的部分会增厚 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鞋子的关系 还有走路的姿势 这个部分其实也是要去调整 不然的话你只是光靠竹膜 它其实是治标不治本 秋萍奇主任建议 在选用竹膜时 要挑选符合和要化妆品规范的产品 免得原本想要有双白白嫩嫩的脚 最后却肿得像米菇 动新闻 使用竹膜要小心 报导